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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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神的这个技术确实对于他来说可能是一种常态了 习惯性是就是在场上没有 我感觉他在场上不会有太多的包裹 也没有什么心理压力 所以基本上上场就跟自己平时刷图一样 对 而且今天好像神也上到了首发的 没错 在对战KZ这样的组合来看 其实也是比他前两场所上的这种比赛的强度要更高一些 对 上一上强度 反正现在稳定性 对吧 稳定进入到A阶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 是 而且我觉得现在去练习的话 最后再说不定可以上两套阵容 对 来了 来看一下天空之城的第一次吉日赛挑战 这个EC有两个人开的都很快 第二个弯道0.1 但是这个出弯阿康明显慢了一些 看这个弹射了 整体路线来看的话 逆星会这边会更好一些 又是一个快出错标啊 这你看似逆星刚才的那个弯道过得也会稍慢一些 但是阿康的这个失误更加致命一些 是的 但是这段路怎么突然之间阿康就追上来了 对 逆星刚甩完之后是上墙了 所以是多磕碰失措了一下 所以两个人的距离线是持平的 看得到这个段压处 再弹 整体的速度没有问题 看后没上球 速度上相差0.2 而且逆星刚才磕了一下 竟然扩大到了0.8 是的 这一个0.8后半段 我觉得就很难再有机会反超了 是的 但是阿康这边的整个弹射角度 其实也不是那么的好 那整体来看 你觉得第一圈跑圈的成绩不会特别的理想 是的 其实我感觉啊 就逆星在这几次 我解说他们比赛的时候 他总是会在即时挑战赛当中 出现操作失误啊 就我还记得上一场解说他们的比赛 我说逆星的这个0.7 对吧 当时跑的角色江西嘛 嗯 我说以我对他的了解 后续不太稳 感觉他可能还是在前期这个去练手的过程当中 会比较放松 嗯 他还是喜欢在2V比赛当中能够跑得更好 嗯 而且现在其实能够感觉得到他加入到WGAM之后 嗯 整个人的心态和状态都会更加放松一些 对 所以其实对于前期的这个基层赛也就是一个热身的过程 嗯 不会说太过于紧张或者绷紧的一个状态 是的 而且现在的WGAM确实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嗯 主要还是要把自己赛场当中的这种对战状态找到 是的 看下两个人在第一次跑出来的成绩 最快的话是1分06秒70 那整体来说其实是不够用的 这张地图至少是要跑一个05才够啊 嗯 而且05小我觉得才比较稍微稳一点 是的 跑04的话那得是你全程没有什么太多失误才行 看一下第二次挑战 看这局的起步 这局还超一一开 两个人没有太大的差别 0.1秒 不断的交替过来 前期的弹射都不会有太多的失误啊 但是阿康官上墙了 这上墙 对于这个速度提速也会有比较大的影响 是的 0.5 0.4的差别 哎呦 这边又是 他甩了一个WC 他W啊 但是自己的车头方向很难去调整回来 没有控好车 车头也拉不过来了 现在到这个断压处弹车过来 已经要1秒了 嗯 内行这边并没有给到任何的失误 来看一下后半段 这边断空过来以后的路线调整也还是比较不错的 阿基卡满后半段 没有什么难点啊 过了这个弹射之后 这里要注意自己的角度 这个弹射是比较重要的 整体角度会更大一些 那其实这一圈的整体成绩还是会更快一点 没喷 最后 还是05 对有个05的 但是最后就是这一颗的话 整体的这个长直到速度 会慢了0.3到0.4左右 是的 哪怕没喷 但是凭借着自己前半段的稳定性还是跑到了05 对 这一局其实整体来说会比较快一些 应该还是有一个055秒4或者055的一个成绩 是的 那这局打完 来到了WEDGM选这个王图 对 选这个首图来看 之前其实他们会尝试选一些男图赛道 就比如说苏格兰 嗯 或者是像他们一直以来选的比较多的西湖 但是确实今天能够选两张的话 我觉得其中这一就是西湖 是的 而对WZ来说天公和极星幻域 我觉得 还是极星幻域的战比会更高一些 因为毕竟像天公行梦 逆星他之前在RMGM的时候跑的也非常多 所以这张地图我觉得大概率是不会翻掉的 你说极星幻域 嗯 极星幻域的话还是WZ选的该率大一些 是的WZ的话就是之前选天公和极星幻域吧 对 所以我说就是他们在王图上面 WZ应该是优先选择极星幻域 然后天公的话 好 好